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诸位同修 请掀开经本第九面 我们从第一行看起 第二十段 余生彼国者 当修三福 以孝养父母 奉司司长 雌心不傻 修十善业 昨天讲到这个地方 今天我们再介绍看第二 受持三规 居足仲介 不放威仪 三福的重要性 昨天跟诸位报告过的 它是佛法修学的基础 无论修学 哪一个宗派 哪一种法门 都是以这个为根本 由此可知 它的重要性 前面 前面 第一条的四句 是人天的佛报 也是根本的根本 这第二条啊 是小城的佛报 小城建立在人天的基础上 好像我们盖房子一样 这第一条是地层 第二条是第二层 第二层一定是建立在地层的上面 不可能说我地层没有啊 我就可以建第二层的 那么由此可知 这个受持三规 是要有孝敬的根底 那这个三规受受就不难了 就真实 假如没有前面第一夫的基础 这个三规不太真实 说真实话呢 有名无实啊 明字三规啊 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 也一定要认真学习的 三规 三规在此地呢 多少啊 多少啊 要说明一下 那么我听说呢 那么我听说这一次 这一次同修当中啊 发心受三规 发心受三规的人不少 通常 通常 人数多 那么我们不是说當中呢 我们未来要认真 我们只认真了 我们要认真了 我们要认真了 十五三规的人可以先请回家去听 多听几遍 什么叫规 什么叫依 通通都搞清楚了 搞明白了 到这个地方来 在佛菩萨面前 我们宣示 做一个仪式 这样就如法了 三规是佛陀 对我们的根本的教会 学佛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 从这个地方学起 三是三条 也就是三个纲领 归是回归 回头啊 一是依靠 从什么地方回头呢 这不可以不知道 究竟依靠什么呢 也得要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白 通常 佛门里头啊 只说 归于佛 归于法 归于身 这叫三归一 归于三宝 如果没有将三宝 意思说清楚 我们那个仪式 等于白做了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没有归也没有义 没有义 那就是白做了 六祖大师 在谭经里面 说得很明白 六祖是唐朝时候 禅宗的六祖 慧能大师 距离我们现在 大概是一千三百多年 在那个时候 很可能 有少数人 对于三宝 真正的意义 就不太清楚了 这不清楚啊 就流于迷信 那这个三归的意义 就失掉了 所以他老人家 讲三归的时候 并没有用 佛法僧 这个名词 他用 觉正经 他说 归于觉 归于正 归于静 然后 再加以说明 佛的觉也 这不归于佛了 佛的意思 是觉悟的意思 法的正经 法的意思是正知正经 用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正确的思想见解 这个就是正经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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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大师 这大师 这样讲解 我们听起来呢 确实就不迷惑了 听得很清楚 很明白 从什么地方回头 从哪里回归呢 从迷惑 从迷惑 颠倒 我们 齐心动念 除世待人 就不迷惑的意义 因为 不能够明了 宇宙人生的真相 一切四世真相 我们不能明了 这就叫迷 因为不明了四世真相 我们想错了 看错了 说错了 也做错了 这就是迷惑 这就是颠倒 佛今天教给我们 我们从迷惑 回过头来 从今天起 要以觉 这个就是自信觉 自信本觉 这才是我们 真正的归处 这叫归复 第二呢 归复法呢 刚才说了 法就是 正知正见 法华经上说 这个知见 这个知见才是正知见 正知见 那么我们从一些错误的知见 错误的想法 错误的看法 回过头来 回过头来 归一身 归一身 重 这个重 就是我们现在人所讲的团体 一切团体里面 这个深团是最尊贵的 为什么深团最尊贵呢 深团每一个人心清净 每一个人呢 都能与大众和睦相处 他遵守六合计 这样的团体 在一切团体当中 是令人尊敬的 令人呢 佩服 令人呢 赞叹 那么这个叫做 回一身 那么这个意思我们懂了 我们很想回头 从你回头 从邪回头 邪知邪见 从污染回头 我们想以绝正见 那怎么个依法 绝正见的标准 又是什么 虽然佛讲得很清楚 这个标准呢 都是自信 这自信讲得太高了 太深了 我们还是摸不到边际 我们程度不够 业障习气 深重 必须要有很浅显的 让我们自己 真正能够抓得到的 能够看得见的 我们才好找一个依靠 佛 在世的时候 没有问题 我们依靠佛就行了 现在佛不在世 佛入灭 到今天 已经有三千 零二十年 我们要依靠 本次释迦牟尼佛了 这么一法子 好在 佛的经典呢 还流传在世界 我们今天 唯一能够依靠的 就是经典 经典 就是佛对我们的教训 经典 就是绝正经的标准 那么经典这样读 我们到底依靠哪一步 这三幅里面 下面这一段 有读诵大臣 这就是世尊 明的为我们指示出来 要依大臣经 这就对了 大臣经的分量 也很多啊 也不是我们一生当中 能够度得尽的 何款现代人 工作的时间多 休闲的时间少 所谓分秒必争 哪有那么多的时间 读诵啊 许多的大臣经典呢 可是不度大臣 我们的依靠 真的 就有问题 就摸不着边际了 因此 这些祖四大臣们 知道末法时期 众生生活的状况 于是将许多大臣经典 把它分类 便利于一切根性不同的大众来学习 于是乎这就有宗派的形成 如果要知道世尊在世的时候没有宗派 宗派是曾在中国形成的 佛灭度之后 大概一千年的时候 这形成了宗派 这样一来 我们学一个宗 这个经典数量就少了 可是以现代人来讲呢 我们要学一个宗派的经典呢 恐怕 依旧不是我们能力 你不是我们的时间能够做得到的 而在各个宗派里面 依据经论最少的就是净土宗 净土宗呢 在古时候 只有三经一论 这个三经 无量寿经 观无量寿佛经 阿弥陀经 这一论呢 就是往生论 一直到 清朝 行丰年间 未云居寺 这个人也很了不起 他有 无量寿经的汇集本 那么他老人家 将华严经 福贤菩萨行念品 就是最后的那一句 把他 附在三经之后 成为净土四经 这个四经是这么来的 这个我们修净土的同修 不能不知道 那么他将这一部经 附在三经之后 成为四经呢 有没有道理呢 很有道理 因为无量寿经上 讲得太清楚了 太明白了 西方极乐世界 往生去掉 这些大众 都尊修 普贤 大死 自得 这我们在无量寿经上看到 那么 由此可知 西方世界的人 通通通修 普贤行愿 难怪呀 普贤菩萨在华严会上 十大愿望 倒归即落 这个 魏劳之四 将这个经 附在净土三经之后 那真是 大有来头啊 好 真好 西方极乐世界 纯粹呀 是普贤菩萨的法界 通通都修普贤行 那么我们在华言里面看到 华言经 佛也是明白告诉我们 菩萨要是不修普贤行呢 不能够远程佛道 西方世界 是过过都修普贤行 那把普贤菩萨行愿品 或者三经 后面称为四经呢 那这个当然没有错 到宁国初年 到宁国初年 我们净土中 第十三祖 应光大四 他老人家 将门言经上 大四智菩萨念 佛袁通章 这一段经文呢 不长 比《般若心经》还短 《般若心经》有两百六十个字 大师志菩萨袁通章呢 只有免得四十二个字 所以比《心经》还短 他附在净土四经的后面呢 就变成现在 我们熟悉的净土五经 这净土五经怎么来的 不可以不知道 净土五经 那么这一章呢 在《楞严经》里面呢 确实 我们是粗心大意 这样看过 我过去讲楞严 也讲过不少遍 也含糊笼统啊 这样讲过 到以后 读净土五经 就发现呢 印族把这一章经呢 特别提出来 这也引起我们 对于这一章经文 特别注意 仔细观察了 才晓得这一章经呢 了不起 真是无比的书生 经文非常的精简 一句废话都没有 而把静宗修学的方法 境界 可以说是 圆圆满满的指示出来 告诉我们 尤其在经文里面呢 看到大师之菩萨所叙述的 他也开端讲的 我与五十二同伦 这句话不能够轻易看过 我们从这个地方啊 建立清净坚固的信心 同伦呢 是志同道 同修一个法门 念佛求生净土的法门 这五十二个人是指谁呢 是菩萨的五十一个位置 是心 十个位置 是住 是行 是回向 是地 五十个位置 本诀 五十一 妙诀 五十二 换一句话说 从初发心 一直到成佛 就是一句弥陀念到底啊 什么方法念呢 都是六根 尽量相及 用这个方法 而且告诉我 不佳方便 自得心开 不佳方便 就是不需要用任何法门来帮助 就是一句话 从初发心 一直到成佛 所以 下廉居老居室 编的静修接药里面 说 静忠出主 大师之菩萨 这个在从前呢 我没听说过 我看静修接药的时候 才看到 看到这一句 我看了之后啊 点头啊 对 一点都没错 在静虚空变化界 第一个 第一个 提倡念佛 专修 净土的 是大师之菩萨 在我们苏婆时期 释迦牟尼佛 事先成佛 第一步 是讲的 大方光佛 华言经 华言经 华言经最后 普行菩萨 十八愿望 道归极乐 所以我们苏婆世界的出足 专修 净土啊 劝人念佛 往生的出足啊 苏婆世界出足啊 是普行菩萨 佛教传到我们中国 中国 第一个 提倡 专修 念佛法门家 是 庐山 慧云大师 他是 生在东晋的时代 所以 运工是我们 中国 尽忠出足 这个出足啊 于是就有了三个了 我们 今天 依照这个 五经议论 就好 如果说 我们的工作 非常之忙 时间很有限 五经的分量 也太多 你可以在五经之中 任选一种 读学 任选一种 都可以 归一法了 作为我们呢 真正的 归一处 有同修呢 来找我 要我给他介绍 也不 那么我通常呢 都是介绍 五量寿经 为什么 单单介绍 无量寿经呢 不介绍 别的经 因为 无量寿经 是净土 概论 阿弥陀佛 西方极乐世界的历史 由来 引起 理论 事实 英语 国报 通通 说得清楚 所以 多无量寿经 对于 尽忠 能够 生起 信心 而且 经文里面 许许多多的 教诲 对我们 信心 除世 待人 借物 修养 都有 很大的 利益 我们应当 遵照 修修 那么 观无量寿经 那是对于一个 真正的发心 想求生 尽土 为我们 详细说明了 往生的方法 往生 要具备哪些条件 观经 讲得清楚 阿弥陀经 是事实 以彻底的悲心 劝告我们 应当 要发愿 求生 尽土 劝心 劝愿 劝心 这个是三经 不同之处 只有三经 对西方 极乐世界 一正庄严的 赞叹 那是 相当的 那么这个 归一法 我们总算 找到 真正的 依靠的 法宝 这是说 这是说 我们自己 这一生 修修 假如 要发心 弘扬 金东 那单单 依靠这个 五经呢 还不够 这一点 诸位 要知道 发心 自己修行的 够了 这个五经议论 够用 保证 你往生 如果发心 弘扬 要把 金东 介绍 给 一切大众 那我们必须 深入大乘 深入大乘 我们对于五经 才能够 彻底的 了解 才能把它 讲清楚 讲明白 另一切大众 断以 神信 这就是 其他大乘 经典 要实力 你比如说 前卿 彭济 清之士 他是乾隆 世间的人 他由 无量寿经 起先论 对于 静宗 是弘扬 也是 不遗 余力 他曾经 赞他 无量寿经 趁他 坐着 中奔 华业 那么换一句话说 无量寿经 跟华严经 没有两样 只是在分量上 有差别 华严经 有八十件 无量寿经 只有一件 华严成为大本 无量寿经 是中本 阿弥陀经 是小本 由此可知 对卫元 取 普贤 行愿品 称之为四经 有道理 很正确 由此可知 尽忠于华严 关系 密切 假如 我们要弘扬 发行 弘扬 进途 华严 要读 要深入 因为 它是 详细的 无量寿经 是详细的 阿弥陀经 那么 论严经 我们也要 认真 深入 去研究 大师之菩萨 原通章 出自于 论严经 不能深入 论严 深入 华严 对于 大师之菩萨 这 两百四十四个字 这一段经文呢 你就 很难 透彻 理解 所以 一定要 深入 大几 华严 论严 发华 薄弱 法相 为实 有能力 有能力的话呢 都应当 深入 研究 这个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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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世才能圆融啊 这是我 归一法 这个归一身 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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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们这样 烦恼没有断 习气都在 这样的深呢 靠不住 那要什么样的 深才靠得住呢 有菩萨 深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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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摩洛汉 所以我跟同修们介绍 那么 亮 菩萨 神里面呢 观音 八十字 文书 福音 米勒 地藏 这六位菩萨僧是我们中国佛弟子非常敬仰的 我们引他以他为榜样 我们依靠这六大菩萨 菩萨僧 那就绝对不错 依靠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是大慈大悲 我们要从自己对一切众生没有慈悲心 不但没有慈悲对于一切众生都有成慧忌妒 这些不善的心 我们从这些不善的心回过头来 以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把我们的慈悲心发出来 以大慈至菩萨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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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众生的智慧 以普善菩萨的平等实际 也就是将佛险 也就是将佛陀的教诲 也就是将佛险的智慧 所以我们见到这些菩萨形象 天道菩萨的名号 我们就能够回归信德 菩萨代表是信德 这样三归 才真正能够落实 我们真的有了依靠 真的晓得回头了 那么佛陀 我们决定 依阿弥陀佛 这个进出三经 专讲阿弥陀佛 这个这个这个 落实在四项上 佛宝是阿弥陀佛 法宝是净土 无经一论 三宝 六大菩萨 这是我们真正的归一处 那么三规 是佛陀 教给我们修行 最高的 指导原则 依照这个三条 刚临去修学 就是佛弟子 如果违背了这三大刚临 就不是佛弟子 所以这个三大刚临 简单的说 归佛 是绝而不靡 归佛是正而不邪 归身呢 是静而不染 绝阵境这三大刚临 那么这三大刚临呢 同修们要知道 我们只要做到一条 其他的两个刚临都得到 那是一二三三大刚临 佛教导一切众生 有无量的法门 这无量的法门到最后啊 殊途同归 比如在中国大臣宗派里面来说 中国的禅宗 信宗 他们走的是血门 禅宗 着重在大车大悟 鸣心 见信 那么这个四三宝里面呢 他走的是归义佛 就是绝而不明 他真正开悟了 见信了 他的思想见解 还会有错误吗 当然不会有错误 当然是正知正见 所以 那个归义佛了 他自然就得到 觉悟的人心地一定清净 所以深宝也具足了 可见得 一个得到了 三个通通都得到 至于教相 像贤手中 天台中 法相中 这些宗派 是从 经论上下手的 也就是 这个 三宝里面 从法宝里面下手的 依照大臣经论 修正我们自己错误的思想见解 从经论里面获得正知正见 所以教下叫做大开圆解 这是从正门进去的 他大开圆解之后 那就见信了 也就居而不明了 大开圆解之后 那心也清净了 那心也清净了 空间的 从正门进去 就跟进同时 也得到 那么在想 净土宗 跟密宗 这两个宗派呢 都是从静门入的 也就是 他偏重在修 清净心 密宗人上讲 夜心不乱 那心清净 心清净呢 知见也真的 心清净呢 当然就见性 不加方便 自得心开 这个心开就是 明心见性 可见的 这个 三宝 你真正归一宝 那个两个 一定得到 一二三 三个而已 那么我们尽忠 品相 心清净 用这一句佛号 成就 我们的清净性 心清净了 身就清净 心净则土尽 这样才能得身净土 所以三规 是我们修行 基本的 这个方向 基本的 纲领 无论修学 哪个法门 我们 决定不能够 违背 也可以说 如果人家问我们 说佛 你修什么 我们可以 答复他 我修的是 这真经 这个一点都不错 这个一点都不错 佛教给我们 修一句真经 你用什么方法修 方法就多了 我用参禅的方法 用读经的方法 用持咒的方法 用戒律的方法 用念佛的方法 那些都是方法 方法多了 八万四千 是方法 无量无边 也是方法 方法 手段 尽管不同 我们所修的是一样的 通通是绝正经 殊途同贵 法门平等 无有高下 就是这个道理 也就是这个硕士 那么我们现在 方向找到了 刚灵呢 找到了 所以这个 传授三规 就是把佛法修设的 刚灵 修设的方向 交给你 传授给你 这叫传授三规 从今而后 我们是 是 这正经 要从 你一些人 回过头来 一句真经 这就对了 那你就是 真正的 回头了 真正有了 依靠了 这叫 得了三规 否则的话 在形式上 佛福萨面前 念个几句 规一佛 规一法 规一身 嘴皮上念的 其实 也不晓得 从哪里归 也不知道 依靠什么 那是完全 错误 那么修修 刚灵 明白了 我知道了 我要修 绝针经 现在要问 从哪里下手呢 这个很重要啊 从哪儿入门呢 下面 佛教给我们 居足 众街 不凡 威夷 从这个地方啊 入门 那么我们就想着 这个戒律 重要 戒律 是佛门 无论是 行人教 密教 无论是 大臣 小臣 都要从 持戒 下手 如果说 把戒律 废弃了 不持戒 就能成就 没有这个道理 没有这回事情 所以一定要知道 持戒 念佛 戒是什么 规矩啊 这不能不守规矩 戒律里面 最基本的 五戒 无论是 在家 出家 一定要遵守 这个五戒叫 根本 大戒 根本大戒 一定要遵守 一定要遵守 要修 十善 前面第一条 讲过了 十善业 在末发 我们现在 这个时代 研究经典的人 有 对于经论 爱好的人 有 探讨的人 有 真正修行的人 很少 也就是 真正照做的人 太少了 为什么呢 做起来 就觉得难啊 真难啊 不杀生 天天要吃肉 吃肉 虽然自己 没有杀生 叫别人杀了 给你吃 你没有过失 现在呀 这个屠夫 屠杀猪啊 大概都是用电来 屠宰了 我还记得 我这个小时候 住在这个乡下 那个时候 人民生活 非常之苦 吃肉的机会 很少 大概一个月 半个月 才杀一只猪啊 逢年过节 才有肉吃 平常 吃不到的呀 那个杀猪的人啊 在杀猪的时候 他拿着猪耳朵 给他念咒啊 他在那边念 他说 猪啊 猪啊 你不要怪我 你是人间一道菜呀 他不吃了 我不宰呀 你一向吃着 去讨债呀 他把这个责任通通 推到 吃肉的身上 你不要怪我 你一向他们 去讨债 可见的 可见的 他杀猪啊 他也知道 那是不对呀 他有个侥幸的心 希望谢罪 把罪过啊 推到这个吃肉的人身上去 那么我们能不能把肉食断掉 这个不杀生 这条界 才真正 吃得确定 不偷到就更难 这个做生意 我们举一个例子 要能够不逃税 有很多人告诉我 法尔斯 这不想方法 逃税就不能赚钱 逃税就是偷到 偷到国家的呀 处处都想占人便宜 都是犯了偷到的心 难难 比前面一条啊 还要难难 那么这些戒 戒条 戒乡 一定要清清楚楚 要明白 每一条 这个历界的理论 进阶 持阶的方法 所以开队吃饭 都要清清楚楚 明明白 学佛要从这个地方 做起 那个戒律的精神 福说得很明白 小臣界建立在祝福墨足 大臣界建立在众上奉行 什么叫我 凡是对自己有利益有好处的 就是我 凡是对于众生 对社会有利益的 就是善 也计算是对社会 对社会对众生有利益的 可以同意 不反对 对自己有利益的 这都是我 那哪一个人不为自己 为什么说对自己有利益的 都叫我 各位必须要知道 佛教导我们最高的目标在哪里 佛是叫我们永拓轮回 了断生死 去做佛 做菩萨 佛教导我们目标在这 那么我们为什么 会堕落在轮回里面 就是因为有我知 我知要是破了 就超越轮回 念念都想为自己的利益了 是增长我知 其心动力 第一个念头 就想到我的利益 我的好处 我知天天在增长啊 这样的人出不了轮回啊 这样的人不能往生啊 道理命中时 阿弥陀佛来接引你 你还说说 我这样还没见到 那个我还要看一看 阿弥陀佛哪有时间 他等你呢 所以必须要把我知破掉 这个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这样的一个事 发指要破掉了 那就明心见心 所以小陈人 我罗汉 我知佛 我知破了 超越三界 没见心 为什么原因呢 他有法指 法指破掉之后 明心见心 这称大菩萨了 我们称之为 法身大死 所以这个母法 所以这个母法两种执着 是大障碍啊 障碍啊 障碍我们不能出三界 障碍我们不能见本性 那么戒律呢 帮助我们把这个障碍啊 破除 去佛教给我们 诸国莫足 众山 奉行 大乘菩萨 齐心动念 为一切众生想 过为自己想 念念想 一切众生呢 这个母直啊 不破自然呢 就淡过了 自然呢 就消失了 这个方法 非常妙啊 李小成人 高明 太多了 懂得 这个道理 才晓得 持戒点 重要 除了世尊 为我们制定的 这些戒律 我们要明了 我们要遵守 要照做之外 推广开来呢 国家 所制定的法律 规定 我们统统要遵守 这都包含 在戒律 范围 之内 所以 佛的词 一定 受法 绝不犯法 一定遵守 国家的法律 一定遵守 社会的知识 像民间的风俗 习惯 我们要遵守 不能违背 道德观念 要遵守 也不能遵守 这些人 都在戒律 范围 之内 与足 重戒 不 犯 威 威 以 用现代的话来说 就是 礼节 人与人之间往来 要有礼貌 要有礼节 虽然这是小节 小节 也重视 也不可以 随便呢 去违反 不拘小节了 往往养成 放异 我们常讲啊 人很随便 很忙活 这样也不好 所以说 学佛从这里下手 从持戒下手 这个第三佛 是大臣菩萨 它有 四句 第一个呢 发菩提心 菩提是繁语 翻成中国 是诩的意思 菩提翻作诩 菩提心呢 就是知心 用我们现在话来说 就是高度的 警觉心 什么叫做 高度的 警觉心 第一 它救到 人生苦 轮回 更苦 他要不警觉到 他怎么会发心 求出轮回 必须对轮回 有相当的 警觉 他想的 这个事情麻烦 这个事情太苦 一定要在这一生 把这个问题 彻底解决 一定要超越轮回 这是真正觉悟 怎样才能够 真正的超越轮回呢 那就一定要 圆臣佛道 要圆满 成就佛道 而圆臣佛道 所有一切大臣经论 所讲的方法 都是这一个目标 但是 在一切大门 之中 对我们来讲 确实 有难 有益 如果说的是 难的方法 我们这一生当中 未必 人成就 聪明人 都接近 聪明人 一定选择 一行道 很容易修成的道理 在所有一切法门当中 净土 持明念佛 是一行道 我们选择 这个法门 勇蒙津津津 专凶 专念 这个人 那就是 发 无上的 菩提心 欧耶大师 在《律托经要节》里面 说得好啊 一个人 真正发心 念佛 求生 净土 就是发的 无上菩提心 底下也就是 身心因果 这句是菩萨所修的 菩萨是觉悟的人 觉悟的人 要学深信因果 当然 这个因果 不是普通的因果 普通因果 善由善报 卧由卧报 我们反复都相信啊 菩萨难道不知道吗 佛在此地 叫菩萨 这个因果 不是别的因果 而是 念佛是因 成佛是果 这个念佛 成佛的因果 确实 很多菩萨 不知道 很多菩萨 不信 很多菩萨 不能 深信 那么换一句话 他要不能 深信 念佛 成佛的因果 他必须要修行 三大二十七级 要修行 五两级 他才能成就 如果他深信 念阿弥陀佛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就成佛呢 那这个菩萨 成佛 就快了 恐怕到西方极乐世界 一级 一级二级就成佛 佛在此地 勤认 这些菩萨 要深信 要回头 依靠阿弥陀佛 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菩萨 菩萨上起 要求生 净土 像华严经商 所说的 四十一位 法身 大父 包括 文书 独仆行 都要念阿弥陀佛 求生 西方净土 后看我们 这确实 让我们 深深 相信 不再怀疑 底下叫我们 独送大臣 刚才讲 只是自己修行的 大臣经里面 选个一种两种 独送 就够了 如果发心 上报佛恩 夏季 中苦 发心了 洪发立身 洪发立身 诸位同修 要知道 出家 在家 都可以 不一定 一定要出家 当然出家人 洪发立身 是他本分的 职责 在家人 洪发心 一样 所以 从 释迦牟尼佛 诸事那个时候 就由 居士 将近 做法 跟佛 同一个时代的 诸位下的 唯一摩居士 唯一摩居士 深足 深足 说法的时候 释迦牟尼佛的学生 出家的弟子 释迦牟尼佛 穆尼 去听经 也要礼拜 为莫居士 要礼拜 也要诱饶三丈 表示最恭敬的意思 那出家人 拜 在家人 在家人 也没有拒绝 也没有说 你不必客气 你不要拜 为莫章这一句话都不说 就是让他拜三拜 让他绕三丈 这是什么呢 死道 佛法是死道 老师跌大了 他是居士身份 他弘法立身 他教导你 所以 在家 这个弟子 可以 这个出家的弟子 可以 以在家人 做老师 佛陀在世 就有了 那么我们再看 中国古代 留学生当中 玄奘大师 那名气很大 我们中国人 对他都很敬佩 他到了印度 他拜了两个老师 这两个老师呢 一个是出家人 一个是在家人 玄奘大师 他那个时候是出家身份的 戒邪问私 是出家人 圣洁居士 是在家人 他对于圣洁居士 恭敬礼节 跟对于戒邪问私 没有两样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误会 这一出家了 就不可以跟在家人学了 那就大错特错 当年 佛的这些大弟子们 摄立佛 穆建里 维摩居士讲经 释迦牟尼佛 都叫他们去听 劝他去听 并没有反对 由此我们真正明白 佛门里面是教学 是老师第一 一定是尊私重道 我们要以道德为依规 在家人真正有修行 真正有道德 我们要倾尽他 我们要向他请教 要以弟子之礼 向他请教 这个是对的 是正确的 决定的 没有过时 那么这是说到这个 读从大前 成就自己的 道业 学业 然后才能够 鸿发立身 末后这一句 劝尽行者 这就是弘扬复法 帮助别人 自己成就了 前面诗句 都是 成就自己 成就自己的道德 成就自己的学问 成就自己的道业 然后 要帮助众生 就是要劝尽 劝勉 劝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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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为敬业 前面讲的这个三条 是一句 这就叫敬业 我们修净土的人 常常自称 敬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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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门 什么叫敬业呢 这三条 是一句 统统都做到了 才叫敬业 敬业 才是敬业 沙门啊 这三条没做到 一天到晚 念这句 阿弥陀佛 就成为敬业弟子 那不是真的 这明明白白的 说明了 这三条 叫做敬业 而且 佛又说了 那是 过去 未来 现在 三世 祝福 敬业 正业 这个身心 清净到了 极处 就叫做 成佛 成佛 成什么呢 成就 敬业 由此 可持 做佛 如来的 教育 无量的 经文 无量的 法文 也不过 就是 把这个 事业句 啊 云云 满满的 成就 而已 换句话 这事业句 就是 决正 精净的 纲目 决正 净是 总纲 这十一条 是细目 这十一句做到了 那就真正做到了 决正 净 我们在佛像上 往往见到 这个塑造的佛像 没有 画的佛像 画的佛像 这个佛像顶上 有三个字 通常是用梵文写的 也有用中国文写的 这三个字 叫 嗡阿吼 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身口意 三页清净 敬业 这一音 所以这个敬业 成就 就是佛 他怎么成就 嗡阿吼的呢 就是把这十一句 圆圆满满的 做到了 我们不仅在日常生活当中 支持名号 观想 西方其乐世界 一阵 庄严 一持 阿弥陀佛 无量的功德 还要在日常生活当中 把这十一句 要做到 这才真正成就自己的敬业 是如来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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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处 Supreme всем II 敬业 说 大家都 gagner claps 听 。 尽 提 头 吼 argument 现在 来了